謝影軒不會開車 而且很怕開車 在戲裡面我有一場就是 我開車載她 她傻眼也覺得我好帥 哈囉愛我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楊錦華 現在此時此刻你可以問我任何一個問題 我來囉 最近在追什麼劇 這次跟我先生追那個 犯罪現場 然後還有鎮港分局 然後還有比較前面一點的片 是叫雞之一生 然後還有最近的片雞戰網紅 追的蠻多類型都不同 請問你如何隨時保持漂亮 我覺得如何隨時保持漂亮的心情就是 你要知道漂亮會讓你開心 所以你就要隨時保持漂亮 因為你要天天開心嗎 我想請問你的 M-B-T-I是什麼 我的是 E-N-F-J 應該是沒錯 反正我是藝人 看不出來齁 很多人都以為我是藝人 請問你跟憲營軒合作有什麼有趣的經驗 當然基本上我覺得我很想要跟他合作 因為其實我們很早之前就認識了 然後但是真正工作是沒有過的 在工作上的專業我相信大家已經都知道 他是非常專業 然後是一個能量 不要有能量很強的人 但我必須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 原來攝影圈不會開車 而且很怕開車 他好像考試好像考了幾次才過 然後所以在戲裡面我有一場就是 我開車載他 他傻眼 我覺得我好帥 這樣可以齁 下一題 沒事 只是電話而已 啊啊啊啊啊 等一下啦 等一下啦 好了下一題 分享最近的一張自拍照 你看 上天都有在看耶 都知道我要幹嘛 我來跟分享一下齁 這一張自拍照是 昨天 還在宣傳就是 敬夜一起為愛鼓掌 然後昨天是宣傳的第二天 再用一個造型的時候 因為很久沒有這種捲法了 我就想就把它拍下來 有看到嗎 跟你們多分享幾張 這是因為昨天楊歐妮生日 的照片 然後我再跟你分享 這邊還有一張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這個蛋糕有沒有看到 又大又厲害 送給楊悟寧的 好了喔 好三張夠了 目前最想吃的食物是 我剛剛本來想要吃的是糖葫蘆 但是就是 剛剛有人聽到 就是大腸麵線 我也很想要吃 我超愛吃大腸麵線的 但是超肥 真的太肥了 唉唷 最後一題囉 蛤沒有題目了喔 這個新戲影后 這部劇跟你很像嗎 當然是 是蠻像的 因為它就是在講 女演員的故事嘛 所以 不管是在真實生活 或者是工作時候的狀況 跟我啦 其實是蠻像的 百分之八十吧 裡面講述的一些 演藝圈的 情仇愛恨 沒有啦 喜怒哀樂 然後不管親情友情 都會很真實呈現在 給觀眾面前看到 在影后這部戲裡面 OK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